一條巨龍穿梭在人群中 小朋友們也打扮成清朝官兵 所有人都穿上中式服裝 50個隊伍沿街遊行 德國迪特福特小鎮 每逢農曆春節 都會舉辦春節嘉年華活動 身穿龍袍和台下民眾 一起揮舞雙手 皇帝扮相的阿兜阿 可是德國這個小鎮 如假包含的第11任皇帝 嘉年華期間 就連鎮長都得聽皇上的話 小鎮的人自稱是中國人 村口還有快十杯 上面寫著 距離北京天安門廣場7698公里 由此一說 早在1860年中德貿易往來 當地人喜歡中華文化 自稱是中國的 小鎮裡雖然沒人會說中文 卻把中文當成官方語言 1928年還把原來天主教的狂歡節 改成了山寨春節 網友看到這裡的年味 都比東方農 大讚乾脆去德國過年好了 為期五天的盛典 每年吸引全球超過2萬人 前來參與 據說在當地比聖誕節還受到重視 記者張惠琳報導 在當地比聖誕節還受到重視